5月16日 当戈尔巴乔夫与中国领导继续会谈时 30万人在北京街头举行了示威游行 17、18两日 上街的人数达到百万 五百五百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爱却总是写 打到五百 打到五百 哦哦哦哦哦 你何时跟我走 我从15号以后呢 几乎是天天都去了 我们学校是比较多的 同学参加绝世的 那么我们就去做一些那种 安置工作呀 帮助他们做一些后勤工作呀 另外我自己去 当时纠察 我觉得应该让那个车子能够救护车 能够顺利的通行 学生绝食呢 快一个星期了 政府呢他也不理的学生 当时我们就说了 你这把这整个是个王八蛋 说最混蛋的人啊 就看见这种情况下 我想呢 就也比邓小平李峰他们就强得多 政府中温和的领导人 试图去缓解这场危机 官方媒介获准对绝食做正面报道 同时 政府也组织了医疗救护队 以保证绝食学生的健康 人们凭着过去的经验 认为这表明党的路线有变化 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站错队 各单位的领导开始允许本单位职工到天安门去声援学生 有组织的队伍开始打着本单位的旗号出现 如今参与示威既正确又安全 这一场面既激动人心又甚为壮观 最佳镜头举目皆是 为报道中苏最高级会谈而云及北京的国际媒体 竟遇到了当时全球最具新闻价值的事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被万众瞩目是一种很良好的一种感觉 是不是 而且确实这个 本来学生们有一种很强烈的受压抑的这种感觉 你看 这种感觉就是在 他们一下觉得呢 这社会 他们是社会主角 这个人们很需要他们 而且呢 这种 他自己又有一种改造历史 这样的一种豪迈的感觉 这种感觉本身都是很能激发人的这种 这种欲望 大概没有一个这么一个一代 那个战争人像我们这样嘲讽过国家 嘲讽过政府 嘲讽过领袖 而且没有 大概就像我们这代人 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么一代人看到过外面的世界那么美 中国大陆的著名的歌手 崔健 他最著名的首歌是《一无所有》 正好这首歌和这句 这个四个字 所体现出了我们的一种心情 各位想象一下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我们有过什么 我们没有过我们父母所有的追求 我们也没有过我们的兄姐所有过的那些狂热的理想 那么我们所想要的是什么 耐克鞋 有充裕的时间 和自己的女朋友去酒吧 有充裕的自由平等 去和别人去谈一个问题 能够得到这个社会的尊重